排队的学问 哈喽,平平的小朋友们以及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好 乐乐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一节课呀,我们一块来学习排队的学问 有一些同学会想了 啊,老师,排队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当中也会有数学问题吗? 哎,当然是的 同学们,千万不要看小事情 小事情当中呀,可能会隐藏着很大的学问 所以呀,今天呢,赶紧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来学习一下排队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宝贵们 下面呢,我们在上新课之前 先做这几道名语吧 请看这里 来吧,趣味名语三则 一块来瞧一瞧 第一则,寻找位置 请看 大家排队,做游戏 小红队长,其中站 前面同学有八名,后面同学有十名 细心的同学,算一算,这列寄人做游戏呢? 宝贵们,暂停视频键 这样的问题你还会做吗? 好了,赶紧自己呀,动手试试看吧 怎么样,做完了没有?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对吧? 诶,不过呢,我们在做题之前呀 首先,头脑当中可要搞清楚 注意了,前面同学有八名 这八个人当中,八不包括小红队长呢? 当然是不包括的 非常的好 那我们再来 后面同学有十名 请大家注意了 这十个人当中 同样也没有包含小红队长,对吧? 那么接下来呀 我们要想列一个算式的话 那应该就是八加十 怎么样啊? 诶,你一定别忘记 再把这个小红队长给他加上 正确的案应该是十九名 电脑前聪明的小朋友,你们做对了吗? 接下来呀,我们共同来看一下第二则谜语 座位几排 请看这里 影院门前人如海 进场对号坐下来 正数我坐十三排 倒数还是十三排 出个题目,你猜猜 影院座位有几排呢? 宝贝们同样的还是先来 暂停一下视频片 诶,自己动手试试看吧 怎么样,做完了没有? 非常的快 有一些同学啊 好了,那这样的一道小题 我一定要弄清楚 正数我坐十三排 那么这个十三排当中 究竟包不包含我做的那一排呀? 当然是包含的,对吧? OK,那我们再来 倒数还是十三排 实际上这些地方通通的都省略了一个字 什么东西啊? 当然是地,对不对? 实际上倒数怎么样啊? 诶,我还是地十三排 OK,那么就简单了 这一道题当中请注意了 诶,那个算是如何去做呀? 十三加上十三 然后再? 没错,再减掉这个一 对吧? 为什么呀? 在这里面算过我这一排了 在这里面还算了我这一排 我呀,被多算了 所以就要给它减掉 好了,那经过计算 本题的正确答案 一块来报数 应该是二十五排 怎么样,这一道小题 有没有难倒你呢? 来吧,宝贝们 再接再厉 一块来看一下 那七位名语第三则 十字对形 赶紧呀,跟着乐老师来回忆一下吧 好了,来看看 天蓝蓝 草清清 同学均训真高兴 队列训练最精彩 队伍排成十字形 哎哟,我先不着急 赶紧把题目当中重点的那些字啊 词啊,给它圈一圈 十字形很重要 继续 正中站的是小林 前面同学有四名 前后左右人相等 左转右转不变形 仔细想算分明 军训学生共几名呢? OK,宝贝们 仍然暂停视频间 时间交给你咯 好了,孩子们 做完了没有 哎,这一道小题注意了 跟我们刚才所做的那些问题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啊 排成的是十字形 非常的好 头脑当中又很清楚 正中站的是这个小林了 对吧 那前面同学有四名 哎,动动脑筋来思考一下 前面这四个人当中 请问包不包含中间的这个小林呀 当然是不包含的 对吧 好了 前后左右人相等 什么意思啊 那个前面有四个 OK,后面有四个 左转右转不变形 左边有四个 右边也是有四个的 那好了 那么这一道小题消息 我们小朋友应该都会算了 对不对 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想法 注意了 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呀 我能够用成法来表示 那就是四四十六怎么样啊 再加上正中间的小林了 所以这一道小题 注意了 哎,最后的答案应该是十七人 怎么样 这个问题你做对了吗 但是乐乐老师啊 我觉得还不是很过瘾 这道小题啊 注意了 咱们之前呢 曾经讲过的 那么希望我们小朋友 能不能注意了 再想出来另外的几种方法 也把它做出来呢 OK 宝贝们 暂停视频键 自己呀 动手来尝试一下 怎么样 有一个同学会想了 哎呦 老师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还想一种 天呐 脑子都大了 对吧 实际上特别的简单 我一讲你会觉得 哇 好容易呀 来吧 请看这里 注意了 实际上问问老师啊 我也可以怎么样 哎 分行算 然后再分列算一算 重复的一剪掉 就搞定了 哎 不是你看啊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前后左右人相等 前边四个 后边四个 左边四个 右边四个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 请请我们小朋友 迅速的告诉我啊 这一行当中 一共会有多少人 当然是九个 没问题 OK 那我们再来 竖着这一列 应该会有多少人 很好 也是九人 所以啊 我用九乘一个二 然后怎么办 然后再减掉一个一 非常的好 因为呀 在这当中 我们中间的这个小铃 被重复算了 不信我们来试试 二九十八 十八减掉一个一 是不是也等于这个十七人呀 对吧 那好了 如果说这个叫做第一种方法的话 那么这个第二种方法 哎 我们小朋友也能很快的将它想出来 怎么样 影响到了吗 哎呀 不过乐乐老师 我觉得还不是很过瘾哦 注意了 我的第三种方法 怎样去做啊 来你想一想 如果说你的前面有四个人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去说 从前往后数 你应该排在第几个呀 当然是第五个非常好 那从前往后排在第五个 从后往前也是第五个 从左往右第五个 从右往左第五个 那你看一看 我干脆就这样去写 我用五去乘上一个四 但是别高兴的太早 怎么样啊 哎呦天呐 中间的这个小铃它被算了 四四 对吧 我只算一次就够了 那么也就说明它重复算了 三次 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接下来呀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 怎么样啊 再减掉一个三就搞定了 对吧 嗯 好了 所以四五二十 减掉一个三得几呀 也等于十七人 当然啦 我们网校会学习的小朋友 此时此刻赶紧呀 暂停视频键 将乐乐老师写的另外的几种方法 迅速的记在你的讲义上吧 好了 相信我们小朋友都已经记完了 实际上呀 在这儿乐老师呢 想通过这三个小谜语呀 带着我们小朋友 共同的来回应一下排队问题的基本功 这个呀 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讲到过 那好了 小朋友们赶紧跟着乐乐老师来回应一下 排队问题的基本功 首先第一点你可千万得搞清楚 位置关系要能够分清楚前后左右对吧 好其次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关键字 比如说第几个 比如说一共的 比如说前 比如说之间对吧 而且这个之间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会儿在作曲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就是陷阱 你可千万不要掉进去呀 好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还会遇到这样的叙述 从谁 数到谁 对吧 好了 我们小朋友 如果这些关键字啊 你都把它整得特别明白的话 我相信排队问题肯定难不倒 电脑前聪明的你 注意了 好来看一下 第五 我们要想清楚啊 第五个准备 一二三四五 注意了 哎 当然要包括它了 那我们再看前五 说明什么呀 哎呀 前面的这五个 对吧 这个基数啊 还有叙述 我们小朋友要分得很清楚 共五 什么意思啊 一共五个 就是说把它全都算上了 总共有五 五个 对吧 好的 这些叙述呀 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清楚 还有一点 在这乐老师可要提醒一下 电脑前面的小朋友咯 注意了 要学会做笔记 请看这里 关键点 在排队问题当中 也就是需要大家要绘画这个 对列图 对列图 孩子们 赶紧把对列图 这三个字记在你的讲义上吧 千万要注意 老师让大家去记得 一定要先来暂停视频件 然后再来记一记 好了 孩子们 招紧时间 看一看 谁记得 最迅速呢 再见